他们在向太空进发 在向星辰大海进军 我们热衷于搞元宇宙 热衷于玩游戏 热衷于炒房地产 我们不断的内卷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新大陆的发现 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欧洲和英国 他们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刺激了企业家冒险家 不断创造新的科技 新的产品和新的行列 这也是刺激后来工业革命 在英国的欧洲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印象 那么在中国反观过来 由于我们不断的内卷 所以从明朝以后 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我们不仅没有发展出 现代的科学和技术 而且我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的精神理念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落后 越来越僵化 越来越腐败 所以到了18世纪 19世纪初期 当西方列强以船舰炮利 来扣开中国大门的时候 中国当时可以讲是毫无还手之意 大家知道 在1860年 英法联军攻打中国 当时英法联军 不过两三千人 而中国的抵抗部队 号称有数万人 甚至数十万人 但是尖船利炮 洋枪洋炮 对大刀长矛 那胜负高下立判 这就是我们中国 数百年内卷造成的恶果 在19世纪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级社会 逐渐成为了西方列强殖民的一个对象 成为他们瓜分的一个对象 那如果我们要追根溯源 在很大程度上 这就是我们内卷的一个效果 伟大的概念开放 让我们中国人豪迈的 勇敢的走向世界 融入世界 这才创造了我们过去四十多年 伟大的奇迹 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对外扩张和对内卷的一个选择的差别 这个差别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非常热烈讨论的马斯克 我想马斯克是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上 在全世界的社交媒体上 大家议论最多的企业家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路马斯克他所创办的特斯拉这个汽车的市值 超过一万亿美元 他自己成为了新的世界首富 也不仅仅是因为马斯克还在创造很多新的科技 而是马斯克已经开始向外太空进发 开始向火星进发 前不久一位欧洲的经济学者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题目就叫《第五次工业革命》 翻译者把这一本书拿过来 请我跟他们写了一个推荐 在这段书里面一位欧洲的经济学家他讲 伊隆·马斯克和贝佐斯所开启的向太空进发 向火星黎明的这个宏大的规划 堪比当年哥伦布勇敢的向新世界进发 而且依照今天人类的科技水平 伊隆·马斯克向火星进发的这个风险 比当年魂化大象的风险要小 我们可以想一想 当年中国片番不能入海 几百年闭关锁国 结果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大片大片的新大陆 被欧洲人所殖民 所占领 所统治 我们试想一下 今天伊隆·马斯克 贝佐斯这些美国的企业家 他们在向太空进民 他们在向太空进发 他们在向星辰大海进军 而我们今天正在陷入另外一种形式的内卷 我们热衷于搞什么元宇宙 热衷于玩游戏 热衷于炒房地产 热衷于搞各种趋头八脑的东西 那么也许再过个几百年 美国人或者西方最先进的这些科学家 他们可能在外太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们把火星成为人类下一个定居地 而那个时候 当我们想到外太空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火星去定居的时候 就好比我们今天想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一样 我想这就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内卷 内卷就是我们的思想的理念 变得日益的狭小 日益的狭窄 日益的落后 而一个真正理想高原的民族 一个真正理想高原 胸怀博大的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它是要不断地向无人区进军 向科技的无人区进军 向科学的无人区进军 去探索宇宙的最新的规律 去发现宇宙最新的规律 去开辟人类新的领域 我想我们今天中国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要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从明朝开始 中国内卷了几百年 结果落后挨倒 打得非常的惨 今天以英文马斯克为代表的 以贝多斯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家 在向外太空进发 向星辰大海进发 我们在干什么呢